如果叶晨看到这一幕肯定会非常震惊,因为即便是他,也不是守备人的敌手。 但几邻毒体爆发之下,却是炸起了滔天的神威,一击秒杀,简直是无敌了。 随着守备人陨落,天地间的毒雾也彻底消散了,周围的空间恢复了清朗。 叶碧瓦,你没事吧? 几邻将叶晨搂在怀里,焦急地拍了拍她的脸庞。 此时的叶晨皮肤上紫黑毒质已经彻底退去。 一缕缕的金光隐约凝成八个字符,在她身躯上闪耀间,浩荡的佛威在蔓延。 残存的毒质也全部被清理完毕,叶晨缓缓睁开眼睛苏醒过来。 几邻? 怎么是你? 她看着眼前的几邻顿时一阵愕然,没想到她也进了毒杯的空间。 她只以为自己眼花了。 也别忘了,你没事吧? 吓死我了,我可以为你死了呢? 你死了,谁还给我买零食啊? 吓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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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了,我们出去再说。 几邻却不想逗留此地,当即拉着叶晨的手臂纵身而出。 好。 叶晨点点头,当下和几邻离离开了毒杯的空间。 她的神魂回到了自己的身体,脑海嗡嗡作响,颇有点虚弱,刚刚和守备人大战着实耗费了不少力气。 就在这时,那块毒杯却绽放异彩,一律律诡异的气息降临在叶晨的身躯上。 叶晨的血脉顿时动荡起来。 古毒神脉? 无尽毒气弥漫,新的神脉诞生。 这条神脉拥有无尽的毒气,有剧烈的毒杀天威杀伤力绝对可怕。 很好,又多了一条神脉。 叶晨欣喜不已,又觉醒了一条神脉。 她踏上天道宫,挽救天机道人的把握就又大了几分。 而随着古毒神脉的觉醒,她距离彻底复苏轮回血脉也越来越接近了。 如果十块轮回悬碑,她能全部收服,并觉醒十条神脉, 她就彻底恢复上古的轮回力量。 静脉之中无尽灵气涌荡。 嗯? 居然又快要突破了,距离混沌镜六层天还有一步之遥。 随着古毒神脉的觉醒,叶晨的修为也是猛然提升, 隐隐接近了混沌镜六层天。 很好,又快晋升了。 叶晨心头喜悦,正想收起毒碑,但突然间毒碑却不受控制,狠狠地朝着几邻飞去。 不好! 叶晨见状顿时吃了一惊,想要阻止但也来不及了。 几邻看着毒碑飞来却是呆呆的模样,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毒碑降临而下,竟融入她身躯之内。 几邻叫了一声,在这一刻骤然感到无尽的毒气在体内爆发。 毒碑蕴含着气息彻底融入她的经脉里面, 恐怖的毒气和她的沉渊毒体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她的周身,一缕缕漆黑的毒物宛如锁链般杀猪, 每一条毒链都蕴含着神秘的元气。 那是诸天万界,所有道法的终极,元的气息。 此时的几邻仿佛成了诸天毒气的源头, 成了传说中的毒祖。 啊,啊,好疼呀。 几邻叫唤起来,紧紧捂着脑袋, 只感到毒气炸裂之下,脑袋似乎都要爆开, 浑身经脉仿佛要断裂,非常难受。 几邻,你没事吧? 叶晨也紧张了,伸手想扶住几邻, 但他身上的毒气爆发得实在太厉害了, 他稍稍靠近过去就感到无比巨大的压力, 只能后退。 如果不退的话,那可怕的毒气恐怕连他也要吞噬了。 几邻 几思青美眸一缩,拔出朱雀飞剑想要救援, 但毒气实在太浓烈了, 他也没办法和叶晨双双后退。 姐姐,别逼我,你们退后点,不用受伤了。 几邻一个人承受着毒杯溶体的苦楚,非常难受, 但他还关心着叶晨和几思青的安危, 叫两人离远点。 叶晨和几思青听了,心里都是一阵感动, 幸好看几邻的模样虽然颇为痛苦难受, 但并没有到崩溃的境地, 这只是破茧化蝶的必经之苦。 终于,几邻身上的毒气全部收敛到他体内, 他经脉之中散发出了一阵阵的神光, 还蕴含着浩瀚的地位。 天神静九层天, 上古神帝的境界。 叶晨和几思青看到这一幕, 目光都流露出震撼的神色。 几邻彻彻底融合毒碑后, 修为爆发, 突飞猛进, 居然达到了天神静九层天, 小小的身躯顿时弥漫出上古神帝的威严, 比起当今之事, 上古时代的武道要严苛许多。 同样是天神静九层天, 同样叫神帝, 但上古时代的神帝战斗力要厉害许多。 而此时此刻的几邻不只是天神静九层天这么简单, 而是真真正正有上古的气息, 和传说中的七大神帝相比也是丝毫不弱。 看来, 毒碑是选择了几邻。 这世间也只有毒碑能让一个人提升这么可怕的境界。 自己虽然需要轮回玄碑, 但最终需要的是毒碑中的神脉。 眼下自己已经激活了古毒神脉, 对毒碑就没有什么太多要求了。 只不过现在几邻成为了毒碑, 紫宁体内也有一块灵碑, 两人都和轮回玄碑共存。 当有一天真的需要十块轮回玄碑汇聚, 该怎么办呢? 叶辰不再多想, 看着几邻的强大更多的是欣慰。 如果轻视竹笼出现在这里, 恐怕一个回合就要被他斩杀了。 这小妮子, 真的脱胎换骨, 逆天蜕变了。 几邻, 你没事了吧? 几思青慌忙走过去, 轻轻搂着几邻。 姐姐, 我没事了。 几邻感受着自己体内的气息, 也感到自己变强了许多, 顿时欣喜道。 姐姐, 我好像变得很厉害了, 以后我可以保护你了, 不用那个轻风指尖啰里啰嗦了。 麒麟紧紧握着小拳头, 浩瀚的地光不断从他娇小的身躯里爆发出来。 麒麟好厉害, 姐姐以后不会被人欺负了。 几思青摸了摸他的小脑袋, 也是温婉地微笑起来。 麒麟, 想不到你居然成了上古神帝般的高手。 叶辰道, 想不到彻底融合毒杯后, 他的修为居然会爆发到这个境界, 想来除了毒杯也有沉渊毒体的作用。 那我比叶冰王还要厉害了, 这块毒杯你还要吗? 麒麟笑了笑挤出毒杯。 毒杯荡漾着一圈圈的神光, 隐约间和麒麟的呼吸气息 形成一股独特的节奏韵律。 不用了, 你留着吧。 叶辰摇了摇头, 这毒杯几磷已经彻底融合了, 等于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 如果他拿走毒杯, 相当于夺走他的心脏, 绝对要大大的损害他的气息。 反正他已经觉醒了古毒神脉, 目标已经达到, 毒杯要不要也无所谓。 只要十条神脉全部觉醒, 他就能彻底复苏, 轮回支主的力量。 此时, 天道宫深处, 崇光神霞宫府内。 轩辕莫爷盘膝而坐, 默默地修炼着, 浑身气血不断蜕变, 演化成一把把飞剑, 释放出古老的鸿蒙气息, 环绕着他不断旋转。 上界之行, 给他带来巨大的冲击。 从上界回来后, 他就开始静心修炼, 感悟着五道妙法。 公主大人, 你怎么还练诸天神剑诀? 这时, 一个佩戴着白虎断魂刀, 浑身隐约有上古神帝气息的男子, 步入了功府之内, 正是炎天龙神。 你不是说天狼是叛徒, 他献上的诸天神剑诀, 被墨雪明动过手脚吗? 你还修炼, 就不怕走火入魔吗? 自天地诞生以来, 从来没有任何人敢逆练鸿蒙古法, 这是死路一条啊。 炎天龙神语气郑重, 甚至带着一丝严厉。 轩辕莫爷长长地输出一口浊气道, 炎天, 你可知我为何要逆练鸿蒙古法? 为何? 炎天龙神想不明白, 这不是找死吗? 我这次去上界, 见到了一个无比逆天的强者, 他比女皇还要厉害。 轩辕莫爷回想起人非凡的风姿, 依然无比重畏。 比女皇还要厉害? 闻言, 炎天龙神呆住了, 上界女皇玄姬月在他心中已经是无敌的强者, 但此刻轩辕莫爷却说, 有人比玄姬月还要厉害。 那人的修为绝对达到了武道的终极, 他的身上有非常强烈的圆的气息, 我在他面前就是蝼蚁般的存在呀。 轩辕莫爷目光深深的震撼, 以我的潜力, 飞升上界, 比肩女皇, 机会非常之大, 但面对那人, 我却连一点仰望的资格都没有。 公主大人, 这世上真有此等强者。 炎天龙神听着轩辕莫爷的话, 也是彻底震恶。 我亲眼所见, 难道还有假? 炎天龙神听着轩辕莫爷三下